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家的博物馆 我老婆的博物馆 好家伙 我一直在想他每天在装穹 又在嫁入豪盟 我再也不会同情你了 吃软饭的 好 来 这个单全石100多克 非常漂亮 我有一颗400多克的单全石 那一盒非常漂亮 它是天蓝无梢的 虽然老实讲说 对 它颜色没有特别蓝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天蓝的单全石有三色性 所以它有一些绿色有一点紫色 跟黄棕色在上面 那烧过的时候 通常会有蓝色跟紫色而已 所以呢很多的村长家 喜欢买这个梅烧 但是话又说过来 真正的这个 这个大家喜欢的真蓝色呢 大部分都是烧过的单全石 好 来 接着这也不容易 其实我觉得 它都是在比如说单全石 这些年来也涨不少 它现在都是在梅涨的时候买的 对不对 十年前买嘛 差不多同样的时间买的 对啊 单全石 一开始我很呆 我以为是蓝宝石 然后已经都全附了 真想 啊 单全石怎么不是蓝宝石 他们才说单全石 就是单全石 它是不是属于半宝石的一种 其实啊 所谓半宝石 现在很贵了 在国外 被人家界定是用 它用硬度来 国外做femi jewelry 就是说硬度七度以下 或七度或七度以下 叫做半宝石 所以有人这么说了 它就是所谓彩色宝石 另外就是贵重宝石 那一般我们归纳的贵重宝石是 钻石 红宝石 蓝宝石 然后竹母绿 这是传统的四大宝石 可能它会加上一些某些的翡翠 你不能否认某些翡翠 真的很贵 但是老外不是怎么喜欢翡翠 老外喜欢竹母绿 是 它不懂 中国人喜欢翡翠 对 台湾某些的局 譬如说雅力三大使 所以今年的 对 今年拍卖祖母绿卖光 因为打盘翡翠 还是比较不好 是的 但是你少些 能够先买丹全石 也了不起 因为后来其实真的蛮贵的 尤其日本人相当喜欢 有账价 因为丹全石有个特色 它其实是丹一国家产的 而且那个颜色 比南宝石还漂亮 有点色有点蓝色 而且你的很大颗 哇 这个真的非常的美 请问这个有比它买价贵吗 有超贵的吗 超贵 对 对 这个比较贵 因为当时他是说 这个真的很少 那其实我当时有去过 那个拉斯维加 拉斯维加斯 我看到那边有一条 比这个小的 卖的比我买的还贵 对 当时我家不能算 对 我有朋友买一个外套 买一个外套 一万块美金他也买 对啦 那我就是看到了 我以为 哇 这个其实也真的很贵 其实你买的很贵 你那种眼睛都真的很大 对 我到坦桑尼亚去看过这个矿 几乎是全世界唯一的矿了 几乎是唯一的矿 坦桑尼亚 在吉利马杂罗三下的三角 只有那里才有 其实很少 那这样就会有账价空间了 对 越少得越有 不然你最新他真的已经账很多了 真的吗 对 而且你要配 因为我也有买过 你要配一样的 其实不容易配 就是一样的 而且我刚刚看你 其实有几颗像没有 天然没有烧的 很漂亮 它紫色变色变得很明显 你们应该有跟赖俊平老师有分析过 哪几颗有烧还是没烧 还是全部没烧 这种东西还要烧 还要烧 我们给赖俊平说好了 好 来 他其实知道几颗有烧几颗 大部分的单纯石都是烧过的 真的 所以其实没有烧是正常的 但是有好几颗是 他为什么要烧 有烧是正常的 有烧是正常的 就像红蓝宝有烧 其实是 但是烧有没有 进油 烧有没有算程度 就是说 没有没有没有 正常的去品牌买的这个所谓的T牌 也都是有烧的 可是还是可以买到无烧 那是不是跟红宝石一样 或蓝宝一样 无烧也还是比较可以 倒不会这么大的价差 倒没有 但是有些人喜欢 因为煤烧的有三色性很明显 它有三颜色 蓝色紫色或绿色或黄色 烧布的话通常只有蓝色或一点点紫色 而且无烧的它会比较丑 而且我看每个猪肉 冰冰姐你想说到哪几颗无烧吗 知道了 很厉害 通常这个散烧性很强 因为如果热处理锅 它红色的地方就会变少 所以你注意看 像这一颗 红色的变色比较多一点 这个就没烧 对 这两个没烧 最大颗的没烧 对 如果这个是带蓝桌 红都没有的话 就是热处理 带蓝桌就是 但热处理会不会减掉它的价钱 差一点点而已 还好 其实还好 对 不像什么 有时候像那个红宝石油 红宝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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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差得天到地 竹木绿也是 有油没有 好专业 好专业 但问题是它买很贵 太厉害了 因为做功课做单纯 我们请桌价 340万元 有赚 真的有 其实你买的真的蛮贵的 我说真的 一十几年前买单纯式 现在的行情大约一克 差不多2万2千块每一 对 台币对不起 2万2千块每一克拉 我那个时候买280 然后现在 它总共是130克拉 对 再加上这个外面的工 大概58万左右 所以说差不多是340万上下 所以你连工 连那个几克拉都帮我上 那大小有别呢 大小其实这种 有没有说越大就越贵 一般来讲 假如说我所看到的博物市场 你是说这么大小 一公 一克拉大概很贵 8克拉 对 8克拉以上它是一个size 那有的会争取到10克拉以上 那是假如说很大的 很巨大的 哇什么那种 50克拉 100克拉 那当然这单价是不一样的 对 不过您这个差不多是2万2一克拉 这几克拉 这几克拉 怎么会有这一克呀 这是谁的 你们节目随便调 都可以调到很多的样品 70-80克啊 这一克 这一个 这种它就蛮的 这选的非常好 它颜色属于那种标准的 我们叫做 叫做史车菊朗的颜色 很漂亮很蓝 所以这种蓝正贵就是 对 就稍一点没关系 然后那个钻石有分 什么八星八见的切割 这种有没有分 它有不同的切法 如果在非洲当中有切 切的比较差 也有在印度 也有在泰国切的 所以 大颗的很适合 我个子小 但我很适合大颗的 如果买得起 冰冰切 没有人 都适合 没有人喜欢小颗 对 这个单价水套链拿来 我跟你说 这个 这边一条套链都可以 好 就这个吧 就你刚刚 你就喜欢套链 他也还是嫌他是 那个筑膜卡 你喜欢带大的 我跟你说 这些上面的话 其实带大的 是代表风满 风雨的意思 很好 但下面的这一颗呢 我告诉你 像它 这边的话 外面是有线条放射状的 对 你应该要做得更长 更长下来 更长一点 可以拉长我们身高的比例吗 对 就是模子硬的 他才不管你 要不要拉长 对 其实这个 是模子没有错 但是第一时间 你自己可以选择 意思叫你说 你可以选择的 你可以叫他再加 你自己去加 把这个接上去可以吗 哇 等一下 老师你先拿好 你看 接这个 哇 原色不一样 对 这个正好 这个接算 这个组件 所以都不能比的东西 对 只是主持大科 但是款式还是一样 变得很集中 我要的告诉你的就是 我们旁边的线条 你要做放射状的 跟羽毛一样 这样的话 你对你的身材 才有修士的作用 其实很难的 我如果有好处 就不管身材 不要信 修士姐要跟林志玲 好厉害了 我再看他的切割 这比较浓郁 比较大科 谢谢 这个是 你解这里了 你拿走没关系 拿走 我给你